日前在網路上流傳著一對男女 他們在台中某商城的摩天輪上面上演活春宮的影片 那麼經過台中的港務警察總隊調查之後 發現這個影片其實是從去年底開始流出的 而女主角被依照妨礙風化罪嫌來移送 檢察官復訓之後認為摩天輪是在攀升關門之後才開始拍攝的 那麼現場是沒有其他的民眾無意給他人觀看 因此今年二月癥結不起訴 我切割愛情摩天輪的 你太小看愛情摩天輪 韓國瑜沒機會實現的愛情摩天輪 卻被一對男女完成了 他們在台中海線OLED的摩天輪內上演活春宮 新日更傳出連高美師弟也淪陷 但女主角竟然全身而退 日前流出的摩天輪心愛片中 這對男女先用雨傘擋住其他車廂的視線 接著就開始為愛鼓掌 甚至還將整個過程錄下 女主角也大方露臉 影片長達三分鐘 被網友戲稱為愛情摩天輪整實版 接著同樣的男女主角又流出一段影片 還是愛情摩天輪的前傳 女主角坐在副駕駛座 把男主角的下體當成擋桿 兩人來到高美師弟之後 女主角竟躲在木橋下 直接拉起背心 讓長輩出來見人 下一秒又脫下褲子露出翹臀 對此警方表示 去年11月就接獲民眾報案 也找到了影片中的女主角 將她一妨害風化罪嫌移送 女子雖然坦承一系列誇張的行徑 但卻說不認識與她性交的男子 也不曉得影片為何會被上傳之網路 至今仍未抓到這名男子 對此台中地檢署的檢察官調查之後認為 她們是在摩天輪車廂關閉之後拍攝 沒有別人看到 高美師弟也一樣 女子裸露身體時沒有其他民眾在場 因此皆不起訴處分 直播主連簽譯去年8月在直播時指控 女助理用皮肉換包包 而且還說對方私底下有在做性交易 一次價碼是12萬元 氣得女助理是一狀告上法院要求賠償40萬元 新北地院審理之後是判連簽譯應該賠償8萬元 全案還可上訴 判決指出 連簽譯去年8月13號 在臉書藍亭精品粉專直播 指控翁信女助理沒有正常收入 全靠性交易用皮肉換包包名表 並說女助理涉及色情犯局接案行為 私下在做八大行業 認識很多人口袋現金滿滿 所以不甩任何人等不實言論 女助理主張當時直播觀看人數高達14萬人 對她的社會評價造成莫大損害 導致她承受極大的精神痛苦 要求連簽譯賠償40萬元精神撫慰金 法院認為該則貼文已經累積按讚數超過5000 還有620則留言以及100次分享 影響女助理名譽權已達情結重大 判連簽譯應該賠償8萬元全案還可上訴